马来西亚柔佛州境内规模最大的医院中央医院 昨天上午传出了火警 造成病患六死一伤的悲剧 另外还有十位的医护人员 在抢救的过程中也受伤 随志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关怀病患家属以及医护团队 火蛇不断从病房内窜出 院方紧急疏散一千名病会 位于马来西亚新山市中心的中央医院 二十五号上午八点多 三楼加护病房突然传出火警 虽然知情医护人员及时应变 加上消防队紧急灌救 但最后还是造成重症患者六死一伤伤的悲剧 警消出不研判 可能是电线短路造成火灾 但也不排除现场目击者指出 是氧气筒爆炸才引发大火 事发后四小时 慈悸志工赶离现场 随即逐层逐床慰问病患女家属 还包括人处于警戒状态的医护团队 去每一楼去关怀那些服事工作人员 还是病人的拜访者 看谁还没有用餐 就送命给他们 对罹难者家属而言 他们的人生一夕之间变天 慈悸志工在旁关怀 并发送马币一千元的慰问金 希望能陪伴他们度过这最难熬的时刻 大家的新闻综合报道